OK, 經過了今天的直播之後 我想大家就認識了很多關於周太的 很感謝大家支持 也是我第一次找周太來一起 你看到我的行李箱在後面 就快大家要去旅行 好, 很感謝周太信任我來做這個節目 至於表現方面 我知道有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要求 但是我會堅持我自己的方向 為什麼呢? 其實我要盡量拿多一些很仔細的資料 因為對大家來說 可能你只是想知道某些東西 爆某些東西 但是我覺得我的折窩 就不是想說 純粹是說爆到什麼出來的效果 可能這件事 就是對大家會 就是出一些藍片 有沒有拍過什麼 有沒有說髒話 有沒有找個空頂 你這樣說完這些 就會吸引到眼球 但是我要尊重一下我的嘉賓 就是他就不跟我平時說話 為什麼呢? 我都說了 就是你面對大媽春這些 我說什麼都可以 但是周生、周太 我都要尊敬他 就是他本身是一個好人 他這件事是一個無辜者 我想盡量給他發揮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雖然內容裡面是比較長一些的 但是因為全部都是說他的事 首先你要知道 其實在我訪問當中 周太其實有些 不是太願意再說 有關於 涵白和這個大媽春的事 我希望慢慢游動 但是老實 很多觀眾進來當然想聽更多更多更多 但是你一定要照顧一下那位嘉賓 他的心態 因為他第一次來 是不是先來 人家又不是KOL 人家是嘉賓 大哥 搞到人家這麼尷尬 搞到人家這麼尷尬 他就不願意再接受訪問 所以對我來說 就不一定是我訪問他 或者其他人訪問他 所以我一定要保護嘉賓 他講起自己想說的事 所以他表達了 其實原本他都不想說的 不過就因為都想去 既然是自己真實的事 他就說了 就是因為他的真誠 所以令到香港人很多感動 我很多謝他 所以可能大家就 不要見到劉定堅很狠辣的 就是不狠辣的 對不起 周太一點都不狠辣的 但是將這件事很狠辣的 去撕開他見面更多的事 那我拿到很多 我自己想拿的資料 所以可以跟大家分析 要總結 因為對我來說 我要深入去了解這個故事 更加拿得更多的資料 究竟鹹伯和大媽春的故事 更多的內涵是什麼 更多的內容是什麼 而我是要負責做一個分析的 一個這樣的KOL 所以我很多細節的資料都要重視 我不會像某些人說 最好說這些 只是說這些 然後我聽完走 我沒有興趣的 老實說 我要很仔細地知道 每一件事的起承轉合 有什麼因果等 全部都拿出來 所以可能不是每一個人 都會覺得這麼精彩 但是對我來說很精彩 因為有很多資料 所以慢慢聽 慢慢看 你就知道劉定堅可以在這些資料裡 發掘了很多內涵出來 令到大家會有不同的體會 好了 我整個的篇 這條片 會最主要是 講兩個大的方向 第一就是究竟鹹伯是一個什麼的人 第二就是 為什麼會發生 鹹伯和大媽春的事件 這兩件事 是我這條片 要去做的一個最重要的目標 裡面今天訪問的事 其實一直以來 我最關注的是這兩件事 因為我一定要對我的故事的人物 掌握得很熟悉 那我才可以更加理解全面化 我不是只想知道一些 譬如說 鹹片 哈哈哈哈 笑掛你 此笑掛你 那些事情 對我來說 是真的 是真的 就要講真的方向 探討一些什麼事件 是假的話 就不用怎麼理 當然 還有很多群眾想看一些 假的東西是怎樣 我喜歡 我個人的 OK的 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就主要看那些 就是比較 entertaining的那些 那我這個台 我這個頻道 是希望去尋求多些 幫到大家去了解社會 去了解每一個人 人與人之間的情況 所以大家的情況不同 那大家要記住 你會在這裡得到 很多的資料 資訊 我會在這裡再整理很多的 不同的獨特的情況出來 那就算 譬如說 其他人 以前我們都是 在別人的 那些片段 有些故事 我就再去拿這些 來分析 就是我的方法 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記住 每一個頻道 有自己的特性 特色 好嗎 好了 究竟涵白是一個什麼人 透過 今天 周太 去描述的時候 我想大家都 比較 更加多的資料 多了很多 很多 我大致講一講 其實我比較重視 就是當時 我曾經問周太 他說 他有沒有說 他已經過世的太太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經常說 是靠他太太去設好局 才有今時今日 這是我的認知 我也很相信 我這個 推論 我這個分析 是對的 所以我特別想知道 涵白 他現在說到自己的太太 利用他大媽春 或者大媽春的口 在說 比英伯蘭一大堆 戀七八糟的事情 所以我很想 在 周太的口中 知道 以前 涵白 在未遇到大媽春之後 他口裡面那個 就是 已故的 何太 究竟是一個什麼的人 這個是很重要的 很大的資料 當然 很感謝周太跟我們解釋 他以前很懷念他太太 有時甚至眼濕濕 我們要相信 這個涵白 他原本是這樣的 為什麼呢 他跟周太之間是沒有利益衝突 所以 他是不需要辦事 也沒有意義 這件事跟他的性格不合 他不是需要周太去同情他 所以 大家可以把他撥歸圍 這是一個 涵白的真性情 原本的個人是這樣的 他說 因為太太熬得很辛苦 很多人沒試過就過世了 所以他都覺得 好像對他有些對不住 那就是 不能夠給他一些 很好的生活 這個是 涵白以前說的 所以 為什麼特別要去說這些 我想 在一個直接打念的方式 是令到大媽春 說完 那些什麼 什麼 麻雀扔到涵白的頭 什麼扔崩 他又說要去打麻雀 不管那些子女 那些 在 以前的涵白的口中 完全沒有這些 而且他很尊敬的太太 很愛的太太 所以 就是 變成了我們要利用 這些真實的事件 去反正 現在 大媽春是滿口 謊言不知所為 那當然 我更加不開心的就是 我覺得 有很大部分 就是 這個 就是 涵白說給這個 大媽春聽 他自己說出來 然後就被這個 大媽春發揮 其實他是對過 亡妻 這個 以前的河太 就很不尊敬 所以這一點 是令我 很不開心 所以我很想在這方面 補足一些資料 令到大家更加認識 以前過身的河太 那 大家會知道了 周太說得很清楚 以前河太很年輕的時候 跟這個 涵白一起 在工廠那裡打工的 你知道 六十年代 首先我們說一說 他大概二十歲左右的結婚 現在是 暫時還是七十八歲的 涵白 那就是說 五十八年前 他大約是 二十歲左右 五十八年前的香港 大約是 一九六六年 我也是 出生沒多久 那 即是一九六六年 六十年代的香港 是剛剛進入了一個 工業化的一個 即是那時候 應該未叫四小龍 但是慢慢形成的 這件事 是一個工業化的一個 的時期 很多工廠 在香港那裡做 大家也知道 因為以前在上海 很多人做工廠很厲害 來了香港 又懂得接單 又懂得說英文 於是香港慢慢慢慢 發展到 電子 玩具 塑膠 紡織 一大堆這些工廠 其實大家想到 那個年代 就是 這個 涵白和他太太 即是以故 何太 那個的相識 涵白又說 當然了 說自己以前很帥 年輕 也有很多女生喜歡他 那 別管這些 這些不重要 他們兩個一起熬 一起相識 後來 涵白轉了去做 類似小型工程 他又開了一個店鋪 而 這位 何太太 就在旁邊 就賣一些 糖果 水 KING CROWN 雜物 這一點 是可以看到 兩夫妻一起 就是大家 夾手夾腳 去養一頭家 這個已經定了 這個位置 何太太 並不是一個 坐在家裡 做少奶奶的人 不是 他是有自己去做事的 是賺錢的 也是為了家庭去努力的 那當然 就是去到 說出生的 五個子女的時候 其實他說 連那些子女 什麼時候出生 什麼都不知道 那我看到 這個男人 就非常之 就是 要麼他就是 很注重做生意 那 那當然 搞到連這些子女 都說五個 你都 全部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出生 大家撐幾個年 那真的很離譜 那 當然 上一代的人 都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他都不是太老了 他不是 不是說 但是我很一代 不算是這樣的 那已經是少了 那時候 因為香港的環境 好些 一般來說 都很疼 但是他就沒有 所以 我覺得 其實是 我大致理解到 他不是很顧價的 一定是很想在外面 做一個 就是做一盤生意出來 很成功 很厲害 朱如超的東西 應該是有這樣的情況 那所以很自然 他就沒有什麼 太過 去把那些時間 放在他的子女身上 那這個都是一個 以前一個世代 會有一些男人是這樣的 相對來講 就是 整天就出去 那當然呢 你出去外面就會自自然然 就是我們說的 就是嫖妒飲檔 那些事情 很合理 就是你做三行 做這些泥水 做這些工程 那些事情 為什麼呢 你要跟巴傑 那些老闆 那些人希望 給你一些單 給你一些工程 你做 很自自然然 你就會有這樣的 狀態 而且我也覺得 他那些所謂工程公司 很小的 就是你在六七十年代 就容易做 就是在七八十年代 就是你最早期的時代 那時候 還不是這麼多人 會做這些事情 那所以他最早期的時候 你又懂一些這些 這樣的技術 那是會有一些的生意 不出奇 那樣 那又說過 他是懂這個 懂那個 那樣的事情 那這些都是一些 很重要的訊息 為什麼呢 你認識這麼多人 結果呢 結果是蹲了 在這個屯門的街市 那為什麼呢 這個是一些很重要的訊息 那 那 你越說認識多人 越是問題的 就是你不可以打電話 就跟誰 又可以做訪問 聊聊天 那樣的 人家都不理你的 或者是 根本跟你沒有聯繫 那 那久不久才有個電話 是那些子女打給你 那你想一下 你是會有什麼情況 一會兒 我會和大家特別 在這一方面 有一個很深入的探討 那他這一世都是 我想他開始的時候 就是專注做一些裝修的工程 那樣 就有一段日子 就是完全沒有關顧他的小朋友 那你會看到 就是 已故何太 為什麼這麼辛苦 就是 要照顧五個子女 還要去自己做生意 那樣 那真的不容易 所以為什麼他就一直省 一直省 你不省都不行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老公 他又要搞這樣 又搞那樣 那不方會 就是太過顧到個家庭 就是做生意 就未必拿到錢回來 那所以很自然然 就是 這個女人 要很小心地去 所以為什麼 那些人不說他 就是一路省錢 一路省錢 省到自己病 他都不來 勾一下勾一下 就就是 小病變大病 那自然然 會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你本身有五個子女 真的很害怕 好了 又另外呢 就是 我們又看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鹹伯 就 就是不說以前 說回現在 他是住在這個 就是二耳仔 那個清田村 那麼狹窄的公屋 就是三百多呎 住了六個人裡面 那麼就 很多時候呢 就根據 周太太形容 就說 喂 明明就約了別人去家 吃飯 有些親戚朋友來 諸如此類的東西 他遲遲都不趕著回去 不要緊 那樣 那樣 那就很明顯 就 就算有人去 真的有人去家 他沒理由說謊 你也不需要說謊 就是說 其實他沒有什麼存在的價值 甚至乎可以說 他專門是避開這些 就是他覺得 要告訴人 哎 我很多朋友的 怎樣怎樣怎樣 我們經常來的 怎樣怎樣 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 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 似乎他是避開這些這樣的 就是他的家庭聚會 免得自己出那麼多聲 為什麼呢 這個又有一個點 一會兒再跟大家說 就是逢是親憑戚友一出現的時候 涵白盡量是避開 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情況來的 那 那你想一下 一個失聚了太太的一個老人家 那他由 接近是69歲左右 九年的話就變成78歲 即是69歲開始 他就失去了一個 枕邊人 那個伴 那樣 由以前一間 相對的私人樓宇 就轉了去現在的公屋 一個窦潤這麼小的地方 那些家人又不重視他 那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 我們大致可以總結了一個 年輕的時候的一個鹹白 究竟他過了什麼的生活 他就很喜歡認真 很喜歡做不同的生意 很喜歡做他自己的狂的生意 出來做生意 出來撈世界 那些事情 好了 那 因為你以前做 現在大陸都是這樣的 做生意 你要認識別人 對不對 尤其是 你想一下做工程 那些給了工程去做的人 是大老闆 對不對 對不對 難道 你裝上一間小屋 那些叫做工程嗎 對不對 那起碼你都會有一定的資金 那這個人很自然就會 真的會 滾一下 賭一下 好適 這樣 自然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但是呢 他又喜歡 所以他因為 過年自己也認識了一些人 都很喜歡吹牛 認真 這個就是他自己本身 就是一個獨特的性格 這樣 好了 那 我可以 來一些獨特的情況 就是 你看一下 鹹白有一個 就是今天在這個訪問上 有些很特別的事情 就是呢 啊 根據周太哥說的 就是他 sorry 他呢 他呢 在這個 街市裏面呢 是比起其他老人家呢 是有一個 級別的不同 他呢 會喜歡唱 那些什麼 就是 鱷魚摔啊 這些這樣的 就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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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じゃあ千計的一件衣服 那樣 那些 那些 那在外表上 又有一些 00 那些 那些 衣著 跟他的手飾啊 金色的那樣那樣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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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 那些 我們也叫做 ok啦 就是在那些 就是會那些上流社會的人 大家理解过 當然我們知道什麼叫錢 但是對一個年輕的周生周太來說 他們未必會了解得那麼多 我們經常說你看一個人有沒有錢 不要看他的衣服 不要看他的鞋 因為為什麼呢 越是穿重這些東西的人 其實他是沒有錢的 為什麼呢 你買一樣東西 比如我買一雙鞋 其實我穿幾年 對不對 那你就有錢 不是有錢 那別人覺得你很威風 哇 有一雙鞋 你是不是每天穿一雙鞋 對不對 就是會不會是這樣 會不會有 我有些朋友這樣 就是幾千元買一件衣服 這樣就永遠不會穿兩次的 你是不是有錢 有錢的我們見過 我們知道是怎樣的 就是被一個男人罵他的 大哥你幹什麼 穿兩次你現在很窮 是不是 就是會有這樣的狀態的 就是你會不會是真的有錢呢 老闆 這些才是有錢的 老闆 就是如果你是 把錢放到那件衣服上 而你又不是天天新款 又是幾件來來去去的那幾件 是啊 你的錢是 就是你的衣服可能是上千元一件的 那當然對我來說幾千元就不是錢啦 就是我們以前就是年輕的時候 買一件白色的疏心都不明白 為什麼要二三千元的 你知道名牌就是這樣的是不是 那好吧 那於是乎在我的眼中就說 這些人呢 他買三副鞋子這些 因為他穿很久的 於是乎這些其實不是錢來的 這些不是有錢人來的 有錢人真的是洗錢的 這些是洗一切就洗光了 就是呢 這一樣 就是等於你搭飛機 那你就 我喜歡搭 就是 business 也好 就是 頭膽也好 這樣 因為這些是洗了 而且人不用人家看到的 這些東西 那就洗一切 吃飯 不是請人吃飯 自己吃飯 你就都 會吃得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些不是被人看到的 就是自己 純粹是自己的 而那些東西是沒有保值作用的 也都不能用得多次的 那你就真的 你就會看到那個人應該是有些錢的 就是 這些是怎樣 這些是 cash 但如果你說 不是 那我去看你 你買三副鞋子 又不是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為什麼呢 他透過銀行裡面 派息 他每個月都有過萬元 那你 一個月過萬元 我當你一萬元一個月 你還有政府的錢 這樣 他這樣洗錢 平時都沒有錢 每天都洗的 喂 你一個月買一件衣服 一年都買十二件 你過去了五多年 九年 過百件有你買 那所以這些 不算什麼特別的事情 這些 在我們的眼光上 尤其是手額 金錶 這些東西 你可以當回 所以沒有什麼意義 這些不是有錢人 有錢人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洗錢 你去吃幾千元一餐 那些就是有錢人 因為吃了都沒有人知道 是不是 你只是純粹自己 過癮的開心 那樣的東西 或者你去旅行 花錢 這些是錢來的 因為這些沒有的 你拿不出來 當然現在可以 說我去哪裏 有一些紀錄 或者一些照片 都更好一點 沒有的 你買個手袋 就不一樣 手袋你經常用 經常用 所以你不是有錢人所行為 那對我來說 我就會覺得是這樣 你這個真是有錢人 很簡單 在香港你覺得 那個人是稍為有些錢的話 其實很簡單 第一 就是你有沒有 有車 因為為什麼香港養車不便宜 就是賣幾元個月 是很合理的 第二 你現在是什麼車 就是如果你是 用一些省油的車 那就是你沒有錢 哪有錢人買一些省油的車 是不是 逢眼就好 就是買個波子 用一些高質的汽油 這樣 無緣的高質的汽油 這樣才是 才是過癮的 你打爆了一切 就是 一大塊錢 那我不知道現在 香港的汽油多少錢 就是 那接著 好了 就是要看看你還要駕駛哪個車 是不是 就是 你的車額 原來都一百萬起碼的 那你就OK 你叫 叫有些錢 你叫閒錢 是不是 因為為什麼呢 入油不便宜的 對不對 經常被人要罰錢的 又要去植位收 那那裡是舊錢來的 這些就是現金來的 你說如果你不是 你沒有一輛車 你就去閒一看 沒有一輛車 那你算不算有錢 那就不算有錢 因為 你起碼不會有 就是 每個月 睜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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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睜 這些呢叫OK一下 不是很有錢的 就是稍為是OK一下 那些 那但是在屯門這個地方 就因為相對 那些人是 就是 不是一些 就是 那麼比較 中上以上的階層 那所以 那所以 就是你會特別 看到那個伯伯 哇 你有些光鮮 那這也是一會兒我去告訴大家 就是 為什麼阿涵伯和其他人不同 那阿涵伯呢 他就會是 來到這個街市 對於 周生丟太啊 或者是一些街市的 這些 就是一般的 這些屋邨的朋友 那樣 他覺得他比較突出一點的 因為 大家會對比 是跟一些 一般的阿伯 那樣 去比 那樣 哇 這些阿伯呢 就真的不行的 穿件可能是 就是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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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就是 那樣 那樣 啊 那些 大 bet 那樣 那lers 那些 自己煮一些東西 又或者買個排骨飯就算了 回家吃 這些老人家的情況之下 就非常之沽苦 你想想 其實整天 家人就出去打工 要麼你煮 但最後一家人一起 一起吃就很開心 但他沒有這種樂趣 即是說 家人不想一起吃 包括他說 免得老人味 他自己洗衣服 即是說他盡量減輕 和家人之間的磨擦 要減輕磨擦的原因是 因為曾經有一個磨擦 明白嗎 覺得麻煩 爸爸、爺爺怎樣怎樣 他盡量不出聲 躲在裡面住就算了 而他當然了 他表面上就說 為什麼不搬回去 因為他自己說他自己有間屋 對嗎 即是 在那個奴居 那他就說想和家人住 但家人都不重視他 實際上就是不是 這個當然 就是他表現到 是什麼呢 他是非常之要面子 他很渴望人家覺得他可以 所以他是喜歡認真 就不想讓人感覺到他是不行 住一間比較小的屋 我是有樓收租的 現在證明了不是 所以我一看到 我說你這樣花錢 這些人就不是有錢 有錢就是這樣 我都說有千多萬 這個人這麼色情的話 就情況不一樣 好了 那麼究竟鹹白是一個什麼的人呢 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在剛才一大堆的東西 又裝得乾鮮 穿得乾鮮 又在團會地方出入 然後又要認屎認屁 又說自己有間房子 諸如此類的東西 在我眼光裡面 鹹白有什麼人呢 我是很清楚 因為我認識 都不少這些人 我告訴大家 我很肯定 鹹白呢 這個就之前沒有說過 就是一個 因為透過去分析 他的細節 就跟周太 了解了那麼多 今天他訪問 我是掌握到一些 我可以百分之一百 這麼肯定 這個就是分析和推理 那麼鹹白是一個什麼人呢 他百分之一百 是生意失敗的人 我很肯定 而且是徹底失敗 他絕對就是一個 生意徹底失敗的人 那為什麼他失敗呢 我可以告訴他 有一個基礎的原因 在那裡 就是他去承認聰明 而他是不聰明 這樣呢 但是還有一件事 他喜歡的 為什麼他會穿得乾乾鮮 第一就是不要被人笑 第二呢 就是為什麼他會告訴別人 喂 勞居都不是他 他又要說自己 說自己 總是有存款 好厲害了 我吃飾得夠過世 那我告訴你 他很怕被人笑 為什麼很怕被人笑 因為他曾經試過生意失敗 輸掉所有的事情 這種人呢 就是特別怕 就是 被人 就是 看不起的 涵白一直是內心 你記住了 這一條片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要追求一件事 叫尊嚴 他希望很多人呢 去尊敬他 甚至乎 去羨慕他 這件事是涵白一生人所掌握器的 就是有些人就是這樣的 就是很喜歡認聰明 但是更喜歡什麼 是來讚他聰明 涵白就是很想這件事 而呢 只要他穿著這這樣的衣服 戴著那個禁服 來到這個屯門地方 他就有機會了 因為為什麼 其他人表面都沒有這麼光鮮 於是他就可以吹了 吹很多東西 大家會覺得是可以的 為什麼要特別吹呢 當然他想認聰明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他曾經試過失敗 一敗塗地 輸到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 絕對清楚是他太太曾經救過他 這件事我可以 都很肯定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人 裡面 如果大家有看這個直播的話 我希望大家會留意 這個人其中講一個很重要的情況 就是 一個七十九歲 年底的七十九歲 的老男人 曾經做過生意 令到大家會覺得他還是光鮮的 現在七十九歲 他在什麼情況 他在什麼狀態 一個朋友都沒有 有趣嗎 你有沒有見到 那些七十九歲的人 沒有朋友 以前呢 我看過一個TVB的一個特輯 那些老人家訪問的時候 他們說其實最慘的一個月 是什麼 就是做白金 為什麼你做白金 因為你很多朋友 而 鹹白 是沒有朋友 可能在你的認知裡面 你沒有朋友 就是沒有朋友 為什麼這麼特別 不是的 很特別的 第一 做生意你都沒有朋友 你做什麼生意 你又要做工程的生意 工程認識很多人 是不是 這裡打招呼 那裡打招呼 有什麼可能沒有朋友 這個不是很合理的 就是不是好像說 喂 劉定堅 我做印刷做出版 我就出版印刷這些 等等 然後 再做漫畫這些 是不是朋友 是我伙計 不算是我朋友 算是我伙計 好了 但是 我有其他的朋友 一定會有 對不對 就是等於我去北京 有一大堆朋友 怎麼會沒有朋友 很奇怪 這樣 這傢伙是沒有朋友的 什麼叫做老來沒有朋友呢 在什麼情況之下 有個人 是沒有朋友呢 我可以告訴你 可能你們沒試過 我就用一個分析能力 去跟大家說 朋友他有的 不過現在不是朋友 為什麼 因為你跟他借錢 你借過錢 又不還 沒有錢還 頂你的費用 怎麼做朋友 對不對 所以我告訴你 鹹伯一定是曾經試過 做生意 輸了 然後又再推他做生意 不行的時候 又借人的錢 又或者跟朋友一起 夾粉諸如此的東西 輸了 那你就很難再有朋友 因為為什麼 難道告你嗎 告你都沒有用 你都沒有錢還 對不對 那 拜拜 還找什麼 第一 大家已經和你不同 第二 你這傢伙還欠了我錢 還想著 跟你清卿做弟 一個老人家之所以 沒有這一方面的模式 就是說沒有朋友 這麼老人家 又 他喜歡認識 我可以百分之百告訴你 他就是一個 失敗的廢柴 我可以很肯定 這個鹹伯 我都說 在那個年代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黃金時期 隨便 十幾萬就買一間房子 為什麼你不可以掌握到這個 反而你給我去 分析 去推斷 太太就不一樣 是沒有他賺那麼多錢的 可能是 但是他就會死省死底 然後他就會賣樓 這樣就中了 因為以前的樓很便宜 而且買完之後可以租給別人 可以的 只要你敢買 他 太太死省死底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反過來 這個老公就覺得自己厲害 於是 就去做生意 他失敗在哪個地方 因為這個人 很要面 我們就叫尊嚴 他很要面 要面的人有什麼問題 做不到生意 為什麼呢 有些人吹一下 捧一下他 他又覺得很高興 他就很過癮 你明白嗎 是啊 我很厲害的 你看看他 訪問的時候 就是這樣 所以令到他自己 很容易就被人 吹到上天 被人麻醉了他 那樣東西 你肯死吧 那些生意 就是 可能有些 夥記跟你聊天 或者跟你 他真的真的說你 就是為你好 他不是 最重要 你令我飄飄完 拜託 飄啊飄啊 南北飄一飄 真是 比他被人少 真的 這傢伙 他就是喜歡這種感覺 你等我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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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飄完之後 日後你跌下來 就被人少了 對不對 咸伯 因為 他自己控制不了 這種情緒 他很渴望 別人認 就是說他厲害 好厲害 咸伯你很厲害 怎樣怎樣怎樣 他很滿足 這件事 真是假不重要 最重要是你讚我 咸伯就是這些 這麼的混蛋 所以這些人 是很容易 生意失敗的 為什麼呢 大哥 拆你鞋那件 一定可以的 很簡單 就算跟你一起做事 那些人 都會拆你鞋 你就會便宜一些給我 又或者是給我好處 諸如此類的東西 因為他喜歡這件事 咸伯就是一個 非常在意尊嚴 很想別人讚揚他 哇 他要擁面子 那些 這些就糟糕 那就糟糕了 正正懂事 做生意的時候 不行的 你要面對市場 真的要去做好他 他不是 最重要是要自己 很嗨 很嗨 任人都會去 去吹吹他 這樣 令他厲害 吹吹牛 所以看看 這樣的性格 是綁住他一生的 就是 他來到這個屯門 就OK了 因為為什麼呢 沒有人知道他的過去 大致基礎上 是沒有人知道他的過去 那他就可以吹牛 吹這個 吹那個 大家就當真 我認識這個 認識那個 是不是 可能是跟公司裡面 人家的公司集團裡的廁所 換過 換過一些地板 那他就吹到 我認識那個 認識那個 他會這樣 當然認識 我認識李嘉誠 李嘉誠不是很認識我 希望他看我的影片 就會認識 那這個就是老人家 那為什麼 涵伯會 特別光鮮 就是因為他希望人家 會讚他 覺得他威風 他就很有面子 但是你要留意 為什麼涵伯要在這個 街市 日日日日 走來走去 那樣 真的他會覺得 人家對他 有一些 羨慕的眼光 從而令到他感到 一些尊嚴 一些尊嚴 不是對他們的很重要 尊嚴 這傢伙 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 越是做生意 廢柴 不行 輸掉整間公司 那些 他越是認識 越是需要 就是那樣東西的尊嚴 哇 你讚一下他 哇 很厲害 啊 很老實 你真是猜不到 他遇到一個大媽春 大媽春呢 他最厲害就是讚人 你記不記得 為什麼 做雞 做雞就是這樣 經常被人囂張 被人疾 反過來你就會 你很厲害 你很厲害 你 大哥 越讚你多 給你提示多一點 這些女人很厲害 當然是講假話 是不是先啊 就是 有些人呢 為什麼做不到雞啊 大哥 雞要講假話的 要討好的客人 對不對 鹹伯一聽到這些 哇 真是溫柔 所以我覺得 這個大媽春 首先 就是 勾實了這個鹹伯 吸引他 並不是其他 真的不是他樣子 什麼成的 鹹伯什麼樣子 他都製的 我們很老實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說 這個大媽春 年輕得好 哇 鹹伯就覺得 為之精神一陣 哇 有人稱讚我 你看一下 為什麼他會 這麼快跌這麼多錢 真的 為什麼 因為這傢伙 很喜歡別人稱讚他 一讚他 他就鬆毛鬆翼 哇 死了 喂 我們經常都說笑 那些人稱讚我們的時候 我們其實呢 二十歲開始 就戒了 戒了別人稱讚我們 我們有反應 我們沒有反應 你不用稱讚 省下一點 為什麼 我們理智 你不是稱讚我 我就是這樣 而我是怎樣 我就是怎樣 沒有意思的 你稱讚我 我不用你稱讚 如果你不是真心 覺得我厲害 對不對 你知道那些人的假說話 但是尤其是有些女人 做雞 哇 你真的那個樣子很厲害 那個樣子很厲害 那個客人 哄得開心 對不對 這樣又聰明一點 因為你落宗 落宗 我家中 這樣 這樣 就是一個 懂得混亂的女人 不是怎樣叫混亂的 大哥 咦 鹹伯就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 是一個困局來的 以前 因為他曾經試過做生意 為什麼他覺得自己可以呢 因為同期 曾經跟他合作過的人 或者跟他一起做過 甚至乎是他的手下 砰砰砰砰砰 爆出來 成功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懂得做人 他們懂得做事 鹹伯不懂 鹹伯很色 另外呢 大哥 你想一下 不是很集中精神 去做好些事情 這些人是永遠就是這樣 靠一些幸運 King Crong 那些事情 就把事情弄到 所以你看到 鹹伯不是一個 真真正正正的 做事的人 但是他那個年代 沒有人懂得做這些 工程 小小工程 那他有沒有機會 接觸到其他人 我不敢說 但是 只是這種形式 結果 慢慢的社會 就成形了 那時候 你這些事情 又不去努力 那就被人淘汰了 也都可能是 一路一路虧錢 因為你越來越難做 你不是很難 就是賺到錢 那樣 鹹伯不是一個 精心去做生意的人 於是 到了現在 但是他又想 就是獲得一種 老闆的感覺 哇大哥 就是等於 劉老闆 那樣大聲 有些人很喜歡 劉老闆 哇大哥 李家成都叫做 李家李老闆 是這樣的 所以跟你 都是老闆 是不是大家 那個心態不同 有些人聽到 尤其是年輕的時候 飛啊飛啊 鹹伯呢 他年輕已經飛了 現在 年老更加飛 因為一個失敗的人 很想 補足到自己 在這方面 他 就因為徹底失敗 不行 沒有了朋友 因為欠了人 一大堆錢 那就沒有了 基本上 就重新了 開始過 吃著老婆的本 然後就一直 人家都當是死鬼了 所以你知道 一個做生意的人 為何突然間 一個朋友都沒有 這個就是 鹹伯呢 一定就是 生意失敗 所以我之前曾經說過 為何又要 搞這個 粉麵檔 做開三行 就是生意失敗 失敗 就什麼都沒有了 對呀 反而老婆 可能在十幾二十萬 那時候 三十萬 就買了一間樓 或者買了兩間樓 女人最喜歡的那個年代 10% OK 死省死底 省到來 那就有錢 所以後來 可以給錢 鹹伯就 救了他 因為樓一路上升 所以你看到 整個情況就是 鹹伯是一個很需要尊嚴的人 他很想追逐尊嚴 但這個就是基礎 另外還有什麼 不是只是尊嚴簡單 你賺一下我 你明白嗎 他很想別人稱讚他 他可以飄到上面 嘩 他遇到一個責任專家 嘩 不是 不是周星馳 不是 整股專家 一個 不要面子 沒有尊嚴的大媽春 嘩 他一看 一看一看一看 喜歡吹牛 他既然同德這個 因為他不知道 開始的時候 他既然同德這個報檔 同德整個街市都吹 你猜會不會跟這個女人吹 日陽照吹 嘩 這個女人 這個女人 一樣的好 蠢啊 他真是夠蠢 他一隻又蠢又老 的雞 一隻又蠢又老又知心的雞 他會哄人 但是 他沒有一個分辨能力 究竟這個人說話是真還是假 他不知道 因為他見到錢 眼開了 嘩 一看到 他說 有金 又穿梦特嬌 又穿梦特嬌 嘩 這個還不是有錢人 在他眼中 猜不到撿到 這個錢 在街市裡 賣一千多元 那些人心 在街市買了 那些阿茂跟你買 我都說 一定是去那些什麼 藍X行 那些樓上什麼什麼 那些買 有聲譽 他不是 他來這裡賣 但是 大哥 很明顯就是希望用貴價的東西 去勾著某些人 這個就是他勾老行動 哈 被他一下就看到有個 鹹白 嘩 還不喜歡認聰 然後 就是很有趣的 很老實 有些人認聰 你聽得上來 是你認聰 算了 那些事情 但是有些人就不是 因為怎樣 他龍人出身 就是毛龍那些 大哥 耕田出身 他真的沒見過這些 就是覺得你真厲害了 這樣 至於你應該是 可能是做大生意的 那你的鹹白 不斷作 不斷作 哎呀 我賺了幾千萬 怎樣怎樣怎樣 我捐了給別人 我又給小孩子 給小孩子 就又催 那大媽春 真的 照單純收 收了 那他就合理了 他就對這個鹹白 我覺得很尊敬 那於是 怎樣 當然要拆一下你的鞋子 對不對 對嗎 對嗎 拆到他為什麼 所以你反過來看 為什麼叫河五鑊 對呀 大媽春改他的 一晚五劑 怎樣怎樣怎樣 對呀 真的這樣 一個就喜歡讚人 因為他是出賣專業的人 就是喜歡讚人 一個就很渴望被人讚 一拍即合 所以整個鹹白大媽春的故事 其實是一個失敗的廢柴老千 是欺騙一隻老雞的蝦條的故事 真是 這個女人要找一個男人 那個男人原來是老千 那個男人要找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是一隻雞來的 還有一隻老的雞 死不死呀 所以兩個人 但是正正是 因為兩個男人 做雞的就要哄一下 做這個老爺的 希望有人 你走來服侍一下我 我就假裝有錢 兩人 於是乎 一拍即合 這個蠢女人 就以為他真的有錢 我希望這個大媽春 看完我這條片的時候 你又要自己再想清楚 這條這樣的鹹白 是鬥靈都沒有的 跟你說 他現在真的是 哇 任你吃任你住 你這個大媽春 真的很不行 所以你看到 整個故事的結構 就是這樣 真真正正 記住 失敗的廢柴老千 騙老雞蝦條的故事 你說是不是很奇怪 騙老雞蝦條 還有老雞蝦條 哎呀 但是正正是因為 這兩個人都想得到對方的東西 我就想得到你那幾百萬 這個老千 這個鹹白老千 我想得到你的肉體 那兩個人就能夠配合 是呀 肉體給你不要緊 我都是計錢 收錢 你給了這麼多禮物 我計算幾十萬 OK啦 肉體過來 馬上給你 你就可以了 大哥 但是那邊不是 他就告訴你 你給我一個肉體 我還有很多東西 我可以 我可以 繼續 去 就是 要這樣 包括你那四百五十萬 我要拿鬼出去 哇 鹹白就 掛了那四百五十萬出來 於是這個大陸巡 他不理了 什麼證據確鑿 什麼性的 他不理了 總之聽了鹹白說 鹹白說 對 他就去了 為什麼 要不然他會騙我 騙你的人 會給你幾十萬 這招厲害 短暖就把短時間 扔一堆東西出來 又手握又成 哇 那你又是不是很過癮 所以這個故事就是 為什麼這麼奇怪 女方 又覺得很容易信任 因為他本身是一定要蠢 才可以 他就是 真的又蠢又白癡的 老雞 真的奇怪 老雞就說 他騙我蝦條 哎呀 我有空無事送兩條給他吃就行了 何況啊 真是 這樣的東西 當然是給你啦 你是不是要遮蔽啊 我有蝦條啊 你吃吧吃吧吃吧吃屎你啊 是啊 這個大媽春英文很蠢啊 還沒見過世面啊 真是呀 還沒見過世面 來了香港是什麼啊 就是住這個嘛 就是那些劏房 那些劏房你會見到什麼人啊 對不對 這麼老都不會有一個啦 對嗎 大家帶這麼老去住劏房你不會玩東西啊 是不是 沒有 你可以用這樣的形容詞 井底之話 哇 突然間見到一個這樣的行法 形屎形屁 他那個腦裏面就渴望有一個這樣的傻人出來給他去掠 啊 真是有出現啊 於是乎以這個人又覺得很正啊 那就一拍即合了 所以整個情況 我的估計我相信 就是離死 離死不遠 離了真實不遠啊 真的 就是這個大媽春是很相信 鹹白以前年輕的 很有錢的 所以千萬計的錢都被他散盡家財 但是他是有錢的 有學識也厲害的 他是這樣覺得的 但現實上當然不是啊 大哥 現實上就是 鹹白是一個廢柴了 在生意失敗之後 就沒有人去讚他 那麼他就躲進來 又得罪了很多人 沒有再給他錢 於是乎就躲在那裡 勾著勾著勾著過日神 就是過著過著 突然間 咦 原本是我去騙 鹹白去騙這個 暴當的一對夫婦在那裡 等著等著等著 一躲在那裡 鹹白就覺得很開心啊 很開心啊 感覺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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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他是相信自己的 鹹白覺得很好笑的 這麼辛苦找到一個人百分之一百相信 當然啦 這個大媽春 假裝都假裝相信你啊 為什麼呢 我相信你 你那四百五十萬就是我 值得相信 是不是 所以整個故事是什麼呢 要記住了 就是 失敗廢柴老千 騙這個老雞的蝦條的故事 真是有趣 好 希望你喜歡我 廖廷這個分析 接下來繼續跟大家 分析不同的細節 都是有趣的 希望你 點贊Subscribe 記得 拜拜